OK 第2个你这个双腿 抬起 OK 抬起 然后呢 OK 你坐 两卧起坐的时候呢 当你起山 手指 碰到 OK 手指 碰到 OK 好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BSN空手道的这个教学影片 好今天要教大家仰卧起坐OK 好仰卧起坐是训练这个腹部的 啊训练方法 好我们就分为三个部分来教啊OK就身为 上 腹肌 側腹肌 下腹肌好我们先开始上腹肌的训练OK我就分为三个动作来教你们 好来第1个动作 OK好来我们首先坐着然后双腿双膝盖稍微 敲起 OK好双手双手摆放在大腿大腿的上方OK 手贴着OK 手贴着 好然后就做仰卧起坐的姿势 下 上 OK很简单 好 这个非常简单 OK这个至于你要做多少次呢 你可以做20至30次 然后呢如果你不要数次数的话呢你可以做20秒30秒不间断的 做OK好这个第1个OK 好来第2个 OK第2个你这个双腿 抬起 OK 抬起 然后呢 OK 你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呢当你起身 手指 碰到 OK 手指 碰到 OK好来看这一个角度来看哦 躺着 OK 然后 碰到 OK 好相同的次数 OK也相同的 时间 20至30次 然后每次坐 你可以坐20秒 至30秒左右 好来 第3种 OK这个就 停着不动 OK好身体震 然后 这个 啊身体稍微往后 往后倒 然后手 不要碰到 OK不要碰到脚 停着 停着不动 然后那个这个呢你可以做 20至30秒 OK如果你越低的话 这个 啊腹肌 训练的部分就会越强 OK不动 好请问不要躲背啊 身体震 好 OK来现在我们啊来 第2个 啊这个训练方法就是这个 测腹肌的时候 来测腹肌 我还是有啊这个三种教学 要教大家的OK好 首先 平躺 平躺着 OK好 然后你的 左 和右交叉 OK比如说 你的左脚上 右手就上 OK 然后 然后换 OK 右脚 左手 OK然后 左脚 右手一直 反复的 重复他 OK 反复的重复他 因为如果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脚交叉和你的手 靠着 側面 倒下去 他就会 运动到你的 侧腹肌 OK好看最后一次啊 OK 好来 OK 第2个 第2个训练这个侧腹肌的方法 OK这个不难 好 坐着 膝盖向上 好然后这个 腿 这个脚稍微提起 OK稍微提起 然后 身体左右转 好你可以数次数 相同的你可以数 20至30次 OK 看正面啊 这个腿 稍微提起 右 左右旋转 如果 如果你觉得 这个动作有点难度的话呢 你这个腿你不要提起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做 没有问题的 OK 都可以 好来 第3个侧腹肌的这个训练方法 OK 好 首先 平躺着 OK平躺着然后 这个双腿 举起 然后伸直的时候 扭你的腰 OK 扭腰 扭腰 好来我们看正面的这个 啊 画面啊 好 扭腰 扭腰 OK 这个是 对你的侧腹肌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来现在我们就 教学 下腹肌的时候 好 下腹肌 OK 这个 首先平躺 OK平躺 双腿 伸直 向下 向下的时候如果可以这个腿不要碰地哦 不要着地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OK 次数和刚才上面所讲的一样哦 或者是如果你要数时间的话也是一样哦 20至30秒左右 OK 这是 对于下腹肌的训练来第2种下腹肌的训练 OK 好 也是一样平躺 然后 然后这个双腿 收 向前推 收 向前推 收 向前推 OK 好 次数和时间 和刚才的所讲的 也是一样哦 20至30 或者是20至30 30秒左右 OK好 来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下腹肌的训练 相同平躺 OK 剪刀腿 这是非常简单的 好注意这个脚要伸直 脚不要着地 上下摆动 上下摆动啊 OK这个你就可以做多次 你也可以做40 到50次 左右 又或者是可以持续做 1分钟左右的时间 也可以哦 因为这个是对你的下腹肌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OK 好 来 今天 VSEN空手道教学 OK就到这里 今天所教的是 上腹肌 上腹肌 下腹肌 这样子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